男子觉得男下属有点帅 强奸他 觉得另一个男下属 兴许也是同性恋 还强奸他 被性侵的两名男子前去报案 这一下好了 又牵出了一群被给男子性侵的男子 警方问男子 你为什么要性侵男子呢 男子说 因为性侵男子 他不犯法呀 2016年4月 两男子来到苏州市吴江区焚湖派出所报案 年长者名叫陈深 面容秀气的青年名叫谢平 陈深对警方说 谢平被人侵害了 警方反问 对方这个女的和谢平是啥关系 陈深听闻摇头说道 不不不 对方也是男的 警方已经 后干警是试图让谢平讲述案发经过 但谢平那个哭的 别提多伤心了 说都不会话了 谈到这个事情之后 他就很低落 就是说 就是沟通起来还是有点困难 后还是在陈深的讲述下 警方了解到了本案的一二 陈深说 他是一家保安公司的经理 今年刚满18岁的谢平 是他们公司的新员工 案发时 他不在场 是保安队长曹东和他转达的 当时 见谢平没来上班 曹东找来找去 最终在宿舍找到了他 问其何故 谢平躺在床上 吱吱又呜呜 韩吱又糊糊的说道 他怀疑 另一个保安队长刘彪亲害了他 他感觉身体有点异常 班长当时说的也比较含糊 这个事情 具体也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侵害 说现在哭的就是 我问了什么原因 他说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哭的就是不想讲话了 两个孩子 什么情况 后 警方赶到案发地保安宿舍 这一进屋 就发现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在哭 哭的也是格外的伤心 他叫秦毅 警方试探性的问道 难道你是刘彪 秦毅用哭声代替了回答 另外一个病人就是说很气愤 很气愤 他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他 就是毫无脸面 他说明确的说被保安队长 就是猥亵的 后 在谢平的床上 警方提取到了一男性的经班 经理队和谢平体内的男性经班 出处一致 都是刘彪的 刘彪被捕 刘彪 十年三十五岁 苏州本地人 警局内面对警方的审讯 刘彪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但他认为 自己这不属于犯罪 之前的几十年 这种事他也常干 也进过警局 但没有一次是坐牢的 我是刘彪 最难的要比对你 当时嘛 就是说他不认为是犯罪 刘彪说的对 但只说对了一半 在2015年11月1日之前 猥亵同性 的确不构成犯罪 但在2015年11月1日之后 我国修改了刑法修正案 9 由原来的强制猥亵妇女 侮辱妇女 猥亵儿童等 修改为强制猥亵他人 这个他人是包含同性的 已经构成犯罪了 提起谢平 刘彪说 自他进入公司 他就盯上他了 看其经常和几个男同事 形影不理 他认为 他或许也是同性恋 2016年4月20日 他决定用侵害秦役的方式 侵害谢平 他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灌酒 当晚 屋外下大雨 刘彪提议在宿舍做饭 在小桌几杯 当时宿舍除谢平外 还有一个曹东 两人都举双手赞同 饭桌上 谢平和曹东合皮的 刘彪自己喝白的 酒过三巡 也为明天还要上班 曹东先行回屋睡觉了 独留刘彪和谢平两人 刘彪知道机会来了 他开始劝谢平 陪自己喝点白的 三劝两劝 谢平也开始喝上白酒了 很快 不胜酒粒的他 衣服也没脱 就倒在自己的床上 呼呼大睡了起来 刘彪笑了 是坏笑 一看他去坐他床上 他没上床 这情况就坐在他床上 刚上去叫我就摸他 我看他没什么反应 我就弹子打了 迷迷糊糊中 谢平知道 刘彪在脱自己的衣服 但他想的是 刘彪这人还怪好的 还给自己脱衣服弄 但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这就是案发经过 另一名被害人秦义 与谢平被侵害的经过大致相同 如出一折的灌酒手法 不同的是 当时他还没彻底陷入昏迷 迷迷糊糊中 刘彪钻进了他的被窝 提议一起看点少儿不移的东西 秦义本想拒绝 但醉酒的状态让他身不由己 很快 他也陷入了梦乡 刘彪再一次得手了 次日 身体的不是 零星的记忆 让秦义知道自己被刘彪侵害了 事后 他也有想过报警 但面的 刘彪的辞退威胁 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后 刘彪得寸进尺 又多次侵害了他 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男人 那么问题来了 还有被害人吗 答案是有的 光从刘彪口中 警方知道的 有名有姓的 就有十几个人 他们都没有选择报警 这是搁谁身上 谁也受不了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女友 同年 经法院一审判决 刘彪因猥亵罪 判刑两年九个月 有期徒刑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